大家好 我是二年底班賴一軒 我今天要來分享自主學習 大根有三個部分 動機 過程 還有反思 一開始先思考對於未來 有沒有感興趣的科系 像是歷史還有人文社會 現在有點想真面的議題 我也想到幸福宜妙 因為外公是宜妙常無董事 以前常常聽她分享故事還有一些照片 這邊這張圖是2022年外公參加的神豬比賽 這邊是獲得的獎項 生意的部分是近年來常常看到一些新聞在報導 關於神豬比賽的不人道 所以我想做一個自主學習主題是研究藝廟文化 還有神豬比賽的爭議 過程 同時我有參加全民社造比賽 主題也是一名廟 比賽的過程是先了解比賽辦法 計畫書的撰寫 行動方案還有執行 這張圖示去年比賽的流程還有報名表 一開始是先經過初選 再來是投稿計畫書 還有網路人氣票選 不然說的大綱是有前沿 延安動機 目標設定 映廟簡介 預定執行的工作項目還有執行的方式 行動方案 預期效益以及計畫經備表 這張投影片是過去已經發放過的一份問卷 詢問身邊的人對於一名廟的看法 還有是否認識一名廟 再來是一名廟的簡介 有它的地理位置還有歷史並景 以及神租比賽的由來 預期執行的工作還有執行的方式 我們以前有想過想要籌備一場演講 還有像製作甜點 籌備的狀況底下是問卷調查 詢問大家對於廟宇有什麼看法 還有怎麼看地方結合傳承地方的故事文化 再來是行動方案有短期中期還有長期 以及預期的效益還有計畫的經費表 短期呢是從在地學校年輕族群開始 我們預計會產出版人包是由30A的方式來呈現 還有一名廟專刊以及燈在校刊上 中期是在過去發放中的問卷中 我們也了解到消費者有意願購買的商品 文創商品的主角我們也出來了 未來也會再設計周邊商品 像是徽章、明信片、公仔、文具等 長期就是協助廟方推廣社區的文化觀光 製作一份一名廟周邊觀光地圖 吸引大家來參觀廟宇 帶動周邊的經濟 最後是這個有拿到楷模獎 還有獲得五萬元的獎注金來執行 執行的內容像是有小論文、文創商品還有發表 小論文目前也已經去參賽了 文創商品的主角是大義還有小明 我們主要的內容就是製作公仔、徽章、明信片或是文具 再來這個是高日上多運選收做的海報 我們有課程簡介、學習成果、研究範圍、研究動機、研究目的 還有問卷分析、製作成圖表的方式 以及下面的行動方案還有心得反思 再來這個是3月18的時候到桃園高中 學習歷程檔案分享會發表順便推廣一名廟的文化 最後是反思 做完這些自主學習以及比賽我得到的結論有兩個 就是生豬的爭議以及文化的流失 我遇到的困難像是網上有很多找不到的資料 對於歷史文化還有一些紀念有不太清楚的 我都有去詢問外公 再來是改變原先理念計畫 原本預期在原文會的時候販賣一些中邊商品 但是原文會因為疫情取消 所以我們要改別種方式來販售 學會了什麼 像是問卷的分析、整理還有製作成圖表 以及製作小論文 再來是藝名廟文化 以前對藝名廟是非常不了解的 雖然住在新竹很久了 但是一直都沒有了解過這邊在地的文化 要改善的話 要改善的地方就是 我們雖然做了很多 但是還是沒有實質地去探討 廟方跟動盲團體 雙方的訴求 我們希望在接下來的自主學習中 可以做到更好 使兩成其美的方式讓雙方達到共識 謝謝大家 我的分享到此結束